有人说这种种的法令 它其实是一种遏制人家说真话的 一个紧箍咒 一个怎么讲 就是不让你讲真话的一个法令 您觉得吗 所以我今天就是 我想我们有必要去探讨 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法令 或者比如说你说 你要管制 应不应该管制 如果因为目前的情况之下 政府去管制 我想只要政府一说管制 那么所有的人民就会说 你看政府今天要来控制我的言论 来控制我的言论 那么如果我现在不审查 我不管制 但是你做了一些 危害到社会的安全 或甚至危害到其他人的名誉 而做了一些污蔑的或者散播了一些谣言 而政府采取现有的法令 去对付你的话 那你可以说政府控制你的言论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必须 而且要清楚的知道 什么叫控制 和什么叫做真正的 就是说执行这个法律底下 你在滥用了你的自由之后 所应该面对的 所以我刚才说了 我不赞成在之前来审查 但是我却要你对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你所做的 我发布的每一个的这个消息 你都必须是负责任的 你都必须是负责任的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 过去政府在这个部分 在执法方面 就是现有的法律的执法方面 并没有真正的积极的去执行 而现在我觉得是有必要去执行 而必要的执行的过程当中 重要的是这些法令 它都给予你权利在法庭上去抗辩 意思也就是说 你有这样的一个公平的权利 去否决或者去不认罪 或者去就是说反驳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享有了这个自由的情况之下 你必须负责任 这的确是了 其实在这样子的网络管制下 它的确存在它的需要和它的不需要性 可是这个念群你觉得 媒体是不是应该享有这个豁免权 我觉得豁免权它当然也不会是绝对的 因为很简单 今天如果媒体做出任何误导性错误 这些报道的话 它还是可以被毁谤 我还是可以通过毁谤的这种法律行动 来去对付你 今天我们说管制它是必然是存在的 因为已经像刚才说到了 已经有这么多的法律去存在的 只是今天我觉得更大的一个 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 就是来自于它对执行上的一个问题 你说我们已经MCMC成立了多久 一直都在 可是今天可能是大家记忆中 我不晓得会不会是 可是对我来讲可能是第一次我看到MCMC开始要通缉人 我说的这个通缉 当然并不是真正的说有了一个蛋糕 我都要去抓他 可是他竟然第一次说 我要找这个人出来 因为这个人说了什么 因为这个人可能去说了一些对首相不利的话 可是今天作为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或者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都会有人对我们做出好的评价 可是大家也会对我们做出一些不这么礼貌的一些言语 可是我们要谈到一些 所以今天如果你这条法律变成是服务首相个人 而并不是服务说同样的其他的领袖 或者说是周务大臣首席部长 却没有享有这样子的一种特殊待遇的时候 当然我觉得人家对你这个法律背后的目的 和你执行起来的这公信 那会是很大的问号 我们说在面子书上 更极端的言论有没有 有其他的一些非常煽动性极端的一些面子书网页 就直接号召boycott所谓的华人 boycott华人这样子的一些字眼 就直接写在那边 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MCMC出来说 谁是这个page的负责人admin 我要把它找出来 因为你这样子是在做一种种族性的针对 你这种是一种不负责人的心水 这绝对是一种煽动 而且它不再是针对一个人 它是针对一个群体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一种差别待遇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今天政府在去谈 它要加强对网级网络管制的时候 它所面对最大的阻力 它最大的阻力是在于说 它的言情上没有办法让人们对它有信心 没有说服力 我觉得外宾念群它一直在引导这个课题 就是一直在强调说 政府在采取任何的这个法律行动的时候 都是为了就是要捍卫或者保护某某人 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政府在对比如说最近的这些老爷的事件 或者一些所发表的一些种族性的言论 政府已经开始在采取采取行动 而事实上在过去很多的这种污蔑性的 比如说这个文东的这个选举计票 突然间关灯 这样的东西应不应该采取法律行动呢 我觉得应该采取法律行动啊 比如说诬蔑说这个 这个就是说有多少万的这些 Bangardes进来 我觉得这些也应该采取行动啊 政府当时也没有采取行动啊 那为什么你不说政府对这些人特别宽容呢 如果政府采取行动的时候 你会不会是说政府又是因为有特别的 害怕人们的这个知情权 害怕这个人们去就是说揭发这个事情 甚至好像尼可敏这样 故意的在370的事件 把欧巴马看的这个图片 特意的去把它换成了就是这个巫师在那边 这个做法的这个 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应该被警告被采取行动 尤其是作为一个国会议员 他对于他的言行 对于他的这个公信力 他所做的所有的这些指责 对于国家的这个形象等等 他都有他一定的这个责任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说政府是特别的为了某个人 这个服务的话我觉得之前的这些事情 又怎么说 所以他是从一刚开始 他尝试用比较宽容的方式来对待 但是发展到今天已经达到了一个程度 你在不执行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 比如说牢牙事件 他也并没有说去对 没有说去对付一些没有说过的话 没有啊他就是针对 即使是武统的这个领袖 他也被调去问话 他也要会面对这个法律的程序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比较公平一点 在处理这个世界上 其实我们是就是论事了 是就是论事